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四子王岐一个叫做大庙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嫦娥六号任务着陆场区的所在地 目前嫦娥六号正携带着珍贵的月球样品在返回地球的途中 今天呢它也将着陆在我们这个区域的附近 那么在着陆完成之后我们将完成对它的搜索与回收任务 这项任务呢将由空中分队和地面分队两个分队来共同完成 我所在的这个分队啊是地面分队 现在这个分队已经完成了出发前的各项检查工作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即将出发 前往着陆场区附近的一个集结点来待命等待 那么地面分队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它的配置都有哪些呢 我们有请主权卫星发射中心的雷震海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雷老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地面分队的一个主要职能和配置 谢谢 你好主持人 好的下面由我介绍一下这个地面分队的主要职能和这个配置 根据我们的这个方案设计 目前长河六号返回器搜索回收 主要的方案设计这个空中为主 地面为辅的这样一个思路去搞的方案设计 要求我们地面分队具备独立完成返回器的搜索回收和处置能力 因此我们地面分队主要装备有15台车辆 分为三个组 地面一组这个五台车分别是 小心搜索车 通信保障车 指挥调度车 工程运输车 还有一个钓鱼一体车 然后地面二组和地面三组是配置了 分别配置了五台这个越野搜索车 他们的主要职能地面一组是 这个完成防御器的搜索和回收 地面二组和三组在返回器着陆前 主要承担的是着陆区主要道路的一个管控任务 到达着陆现场后主要是配合空气分队 这些提前到达力量完成这个厂的这个管控任务 就是这样 那相比于我们之前的长二五号任务 这一次我们的地面分队的配置有没有哪些的升级呢 好的主持人 这次相比于长五号任务 我们对这个地面分队的这个车辆和装备进行了这个优化 目前呢是新增了一台小型搜索车 就是一台长州门市 更有利于这个快速的前出机动 还增配了一台这个指挥调度车 能够实现这个话音数据图像等指挥的这个手段 不中断不锻炼 确保呢这个在搜索回事任务时 空地分队能够有效协同 那么我们所在的一个区域 就是四字王旗这个区域啊 它的地貌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这个地面分队的工作会不会有些影响 是这样的 这个四字王旗着陆场 这个是以这个草原和丘陵地形为主 它整个的一个地势呢 是以这个东南高西北低的这样一个地势 有一条这个季节性的河流塔布河 是从这个东南流向西北 目前呢处于这个干涸状态 理论瞄准点周边 方圆十公里 这个位于这个 就是咱们所熟知的这个阿木古朗草原 这个草原呢 主要是以这个杀制的这样一个草场的这么一个地形 非常有利于咱们的返回式航天器的这个着陆和回收 所以说对我们的这个空地分队来讲 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那么我们的车队应该说很快就要出发了 它出发之后 我们要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要先来完成呢 地面分队待会马上就要出发了 他们出发以后呢需要到达各自的待命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到这个各自的待命点完成这个对着陆区主要道路的管控 他们在这个管控的同时呢 需要执行这个两个任务 一个是这个通信连条 就是需要与这个各方向的指挥所 包括北京 包括还有这个空中分队 包括还有它空队 这个地面分队内部各车之间的这样一个通信连条 同时第二个任务呢就是需要对人员和各个装备进行一个状态的再确认 确保以最好的这个参事状态 使这个让大家完成这个这次的长期六号的这个防御区的搜索回程任务 确保这个让这一片这个充满这个神话的这个阿姆古朗草原 象征着这个平安的阿姆古朗草原能够再添神采 谢谢雷老师的介绍 那么也祝今天的任务能够一切顺利 我们的这个车队啊 很快就要出发前往这个集结点待命了 那么我们地面分队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我也会随着地面分队一同前往长河六号的着陆点 来持续的为大家发回报道 感谢观看